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們新上本的Listings 對Kerry來說是很有感情的Listings 為甚麼我們片尾有長的分享 簡單來說 我們先介紹一下區域 這裡是屬於Kerry住的頭 我們叫做North Delta 它是North Delta裏面最好的那一棵 叫做Sunshine Hill Woods 我們好像很少在我們的片中分享 因為這區是獨立屋居多 Sunshine Hill Woods的特色就是 它好像一個花園城市 大家要看回地圖 Sunshine Hill 外面有四條大路包住 裡面全部都是安靜內街 高高低低 還有很多植物 然後有很多樹林 這地方是Sunshine Hill Woods 整個西南邊一棵很小的地方 就是很商店 周圍全都是樹包住 然後你向著南邊 簡直說已經是整個洞 所以這裡是一個很休閒很優靜 很舒適的一個獨立屋社區 然後我們這邊 為甚麼它在North Delta裏面 屬於比較好的一個社區 主要是因為它的校網 除了環境方面之外 它的校網 無論中學和小學校網 排名其實都不低 我們稍後再和大家分享 校網這件事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間獨立屋 是屬於入門級比較小的獨立屋 大家看到我已經站在這裡 1091 163 Avenue 它其實是一個4044呎的獨立屋 所以不算是特別闊的frontage 門口的格式是1980年左右 起好的獨立屋 前面雙車褲 主層是一個廚房 兩個家庭房 兩個飯廳 樓上有四間房 我們現在和大家看看 門口這條駕駛向上車 大家不用太擔心 下雨下雪的時候 水向車庫入面倒這個問題 然後雙車庫入面可以拍到兩部車 門口的 driveway 都至少可以拍到兩部車 這裡有一條小路進入這個屋 這邊開始已經有喊遮頭 旁邊的草地都是屬於這間屋 自己屋主負責打理 然後我們這邊進來 其實當初這間屋 這房子也是幾年前 Carrie幫現屋主買入的 這房子也是我們的朋友 也是今次我們的移民部分 在我和基仔2017年移民之後 他們差不多在1920年的時候 移民過來和買了這屋樓 當初買入的時候 其實這裡有很多植物 好像遮住門面一樣 這裡有很多植物 我見他們經過幾年的洗禮 都已經減少了很多 現在的樣子比較清潔 我們進去看看 這房子的外場物料 其實主要都是木 當然是木為主 走兩級樓梯就上到家 所以有時鞋放在外面 就不太怕塞濕 這邊有個燈 我們進去看看 這房子是很正常的獨立屋風格 還脫錯鞋 脫錯了 脫錯了 進來之後 這邊已經是客廳 這房子大家在外面的外形也看到 它是斜的 屋頂是斜的 所以變成天花板 都做了這樣的一個風格 所以變成樓底會感覺高一點 寬敞一點 然後這房子 當初買入之後 屋主也做到油漆 和換了地板 當初全部都是地毯 現在這些屋頂也是新的 客廳這裡 這邊可以進來客廳 這裡可以穿過來 正常餐廳的位置 這邊放了一張大餐海 這裡至少六七八個人都可以坐到 還有餐廳旁邊 這邊也有兩個磨砂玻璃窗 都可以有些採光可以進來 這房子後面是向北 所以門口向南 後面向北 然後餐廳房 這裡也有個好像窗口的東西 後面就是廚房 這裡是有門的 關閉了 就可以分隔了外面的會客區 和裡面的家庭 有個廚房L形的 中間有個小小的 breakfast area 那邊是家庭 現在這房子超級整齊 屋主的收拾屋功夫很厲害 因為我們前兩天過來 聊個listing 聊整個上班的時候 因為家裡有幾個小朋友 其實是散落了 全部都有玩具 現在收拾得乾淨淨 非常厲害了 要賺一賺屋主 來到這邊就是family area 其實廳都很大 如果大家不是家裡有那麼多小朋友 完全可以放梳化 再放電視 然後大玻璃 就是看自己的backyard 這塊地不算很大 四千零四十四尺 但是其實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不想花太多時間剪草維護 其實這個size挺足夠的 有個花椅給小朋友 或者給寵物玩 然後這裡大家看到 它原本上一手 其實已經有做好一些 好像圓藝那樣 有些石膊 彎彎彎彎 所以有些東西看 也有一塊磚地 有一塊草地 有一塊石仔 這間屋的後面 其實也有屋 不過好處就是 後面那間屋 又種了很多樹 所以我們無論是這一層 還是樓上那一層 看它後面 有多少許 privacy 就不是立即你眼看我眼 那些fans都做得比較高的 好了 我們看完這個family room 就出來 這個breakfast area 廚房的話 它沒有upgrade過 也是那時候 上一手 差不多裝修完之後買回來的 所以不是原本 你看到桌面和電器 也曾經換過 不是最原本的風格 廚房的話 基本上它是一個很大的U形 不知道是什麼形 這個已經很大了 這個是一個island 把桌位 我講不到這個是什麼形 你已經 這個island 就是一個連著牆壁的island 這裏都有些貴 這裏還有一個特色 就好像是一個做了出去的窗台 有些窗的 那些時候可以種植物 在這裏都應該挺漂亮的 放些東西這樣 雙星盆 那這些都是一些的 儲物空間 裡面都放了東西的 那跟著爐頭 加上焗爐 那都是gas的爐頭來的 然後這邊也是 它櫃底部燈的 這個 那這邊的洞 就可以全菜 全菜全班的客飯廳那裏 那這邊就是大雪櫃 那廚房大致上 主要都是黑白配 那它那個baksplash的materials 是那些好像glass 什麼 膠 是什麼 是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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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玻璃材料來的 容易打理你一片過 不會有很多粒位 那洗碗機這邊 就是新碗的 Bosch 裡面有很多碗 對了 好 OK 好 然後呢 這一邊看完 那他們出回住房間那邊 還有一個closet 裡面放了比較多東西 就不打開給大家看了 那closet下面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其實都開到 看到了 那邊它主要放衣服 其實還有這個樓梯底的空間 那這裡下面呢 還有一個cross base 就是說我們現在呢 客飯廳這些面積呢 其實是不是直接 是碰著地面的水泥 它會有一個浪起的空間 大約3呎4呎高的cross base 大約4呎的cross base 有一個cross base的好處就是 變成你大部分的地方不是直接 即是地面積的 即是地面積的 就是水泥 因為以前的舊屋 有些時候水泥上 未必再做保溫 你會感覺是會再冷些 那樣的 所以有一個cross base 有一個好處 另外就是 cross base的entry 其實就是這一邊進去 那有些人會把cross base 打理乾淨再擺東西 那他們的office應該沒有 擺雜物 擺雜物 那些都是四呎空間 然後呢 我們剛剛又回到門口位了 門口去到這一邊 他就有一個half bath 即是一個powder room 這樣的洗手間 客人或是平時可以用 然後就有窗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laundry space 那這個就是乾衣機 這個是乾衣機還是洗衣機 這個是洗衣機 洗衣機就新換了 一些新的模特兒 乾衣機一直都沒有壞 還能應用到 就是比較舊一點的模特兒 旁邊還有一個sink 可以用來洗衣機 然後加上furnace room 也是這裡的 這個裡面就是Hot Water Tank Water Tank 就是2015年的時候買入 到現在的位置都未到十年 Water Tank旁邊這一座是什麼 就是furnace 加上冷氣 這間房子 當初在上一座房子 做upgrade的時候 其實是換了冷氣 所以整間房子除了有暖氣之外 還有冷氣 這比較適合香港人 這座房子是2009年的時候買入 現在還在功能 冷氣加暖氣 還有冷氣 還有一個散熱機 這就是整個furnace room 看到門也有散熱位 散熱位 散熱是通風的 通風位 這裡就是closet 也可以放東西 家裡也不冷 綠色的 然後這道門就是車庫 現在屋主收拾東西 我們很快看一看 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有幾級樓梯下去 好 然後呢 所以平時你駕駛車回來 停進來 就可以直接拿東西入屋 基本上可以不用在外面凹雨 下雨下雪都不怕 我們現在就上去 這個樓梯 扶手也有新油膏 地板也是一齊和樓下一齊換 和樓上前全部都是地毯 上來樓上之後 有四個睡房 再加上兩個空間 其中一個是主人套房 跟著屋上的設計 這邊就是一個很大的洗手間 其實也挺空間的 這個洗手間 它現在是一個 sink 其實它的長度也足夠大家 做兩個 sink 這邊就是洗手間 其實這個呢 如果做更新的 可以做到日式洗澡 對 這個空間可以 這裡可以兩個 sink 可以換一換 馬桶 就是一個座廁房 這邊可以看管怎麼走 可以做一個 shower 然後進去就是這個浴露 對 很棒 我們可以入本回來 很想要日式洗手間 然後這裡開始 就是第一間房 舊小小的房間 每一間房間的尺寸都挺空間的 這間房間還有一個 walk-in closet 對 都可以放到幾多東西 好 然後呢 看了第一間房 然後這邊呢 就是第二間房 這間房 這間房 特色就是 corner 所以比較採光 比較足 看這邊是南邊 這邊是南邊 這邊是東邊 這邊是東南 對 這邊是東南 但你至少看出去 你不會跟旁邊的房間距離很近 有些樹 遠處也有些樹 好 然後呢 那些房間的closet 都大 基本上都是兩門closet 然後來到這裡 第三間房 其實空間感也是比較足 每一間房間 都一定可以放到 queen size 甚至 king size 再加一個書桌 然後都是雙門衣� 小朋友有些時候 多東西放的話 都不下 放不下 然後呢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中間這邊 有個closet 裡面放比較多東西 就不開給大家看 都是住民空間 主人房 再大一點 這間主人房 是向北邊 看後面 我們高了一層 主要是看樹 和旁邊屋的最高層 不是客飯店的 就看不到 旁邊屋 對後面的房間 這邊主人房的空間都很闊 這邊放了床 中間還有一個很長的空間 可以走動 然後有個walk-in closet 這個walk-in closet 裡面也有做到一些organizer 有一格格可以放東西 放得很整齊 好了 然後這個主人房 還有一個比較小的主人房廁所 有一個sink 然後有座廁 還有一個shower stove 這個當初的設計特色就是這樣 也可以關門 這個是磨砂玻璃門 這個廁所也是有窗的 不是黑廁 獨立屋的好處就是 大部分廁所 尤其是舊的 沒有那麼新的獨立屋 都很多時候每個廁所都不是黑廁 可以通風、採光 好像這邊的condo 有時候的townhouse 很多時候廁所都是黑廁 好了 全屋就看完了 後院也和大家一起看了 這個area比較出名 或者比較優勝的地方 一個是環境清優 很漂亮 因為這裡基本上 我可以說十戶裡面 八九戶 都是比較喜歡打理自己的玄藝 會把房子做得很漂亮 然後為什麼它叫Hills 地有點不平 它不像Richmond 那邊有些傳屏 它有上升 所以路在裡面 轉圍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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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會挺漂亮的 這個area也是沒有大街的 大家看地圖 就會看到Sunshine Hill 好像長方形 它是包住的 有72街 包到64街 那邊是Kitteson 另外那邊是120 然後這邊是Highway 這個裡全都是好美 很安靜的細街 就沒有好像我們的area 一一一二一二零 全部都是大街 十字路口 Sunshine Hill Woods就像一个屋苑 但每一块地 每一间屋完全是自己独立地权 所以这是Sunshine Hill的特色 校网刚刚说了一半 未接下去 小学有两间 一间有法文读的就是Sunshine Hills Elementary 另外有一间也是挺好的 两间小学的排名都很高 只是一间有法文一间没有 而且也很近 另外中学是Siaquam 也是排名上比较高的高纳中学 所以很多人无论住在这个地区 甚至是其他地区 例如Surria North Delta其他地区 都会想进入这间中学去读 所以这是一个校网 亦是因为Sunshine Hill Woods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社区 大部分都是独立屋 政府的松林都不让它不断借地 我们那些地方 例如Richmond、Burnaby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几间独立屋 就立即变成了一堆厅屋 甚至一些厅屋 旧的厅屋 又变成了一个厅屋 但Sunshine Hill Woods里面是很少的 它是边皮72街 多一点维宋 里面的地全部都是一间独立屋 所以变成了能够搬进来读这间学校的人很有限 所以这个也有特色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始终地球比较熟悉 分享一下感情故事 为什么Carrie一开始说对这间屋是有感情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做地产经纪 我不知道香港的经纪会否转得很劲 但其实在温哥华这边 做房地产事业或者做地产经纪 它不是一个come and go 不断做生客 不断做新行业的一个过程 我们这边因为有分售商业和购买商业 一个经纪可能跟着一个客户就跟了很多年了 就会像一个系统一样 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我听我师傅Raymond的说 一个系统啊 看着客户大 帮他买第一个condo 过几年就更新到一个townhouse 再更新到一个独立屋 年纪大了后又帮孩子买一些pre-sale 然后再过几年又准备自己退休 会下跌回到condo 然后又回到不知什么 就是一个系统 大家都知道Carrie其实做的经纪不是很多年 我2018年拿了个license 然后2018-19都主要是博索阶段 反而是跟了刚才另一个师傅做了很多rentals 然后去2019和2020搭入covid才开始 是真的发展自己的买买买卖卖的事业 这间屋是当初算是最早期帮客户买入的一间屋 所以特别有感情 其实大家找回Carrie很多年前的channel的头几条片 会看到这间屋以前是怎样的 而且以前Carrie拍片 我自己已经不敢看回以前的影片 已经觉得自己很傻 所以我已经开始感觉经历了第一个对Carrie来说的系统 当然这间屋当初门楼是比较高的 没有经历过condo、townhouse 在香港也经历过了 它直接就是独立屋 现在主要是因为这间屋有点不够住 就要upsize 买一间大一点 它也有其他计划 另外感觉上我原来开始感受到原来有回头客户 有一种returning business 有一种这间屋是我当年因为有什么原因去介绍他买的 然后他买入住住得很开心 但是因为有家庭需要 所以现在就要搬去其他地方了 我也很开心 希望由现在开始会经历更多这样的story 就会有一种什么感觉 又不是因为的 成长 一种成长和一起成长的过程 其实我们做这一行或者做这份工作 因为真的不仅是今天过来签单 然后永远不会再见的感觉 是你真的会知道很多有关于客户的个人资料 甚至认识他全家的大小小朋友的见面 即是客户将一些最private最重要的讯息都给了你 但你怎样可以去保护他 然后帮他推介一间好的房子 希望他将来住得舒服 然后当他下一个人生计划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觉得不能够做到这样 我觉得是对得住自己 又对得住客户或者朋友 另外这个家庭其实也是认识的本身 而且看回他们更加有一种感触 或者是一种感动的 因为我们和基仔是2017年移民过来的 这个家庭是跟着我们 差不多过了一两年两三年再搬过来 大家的路是很相似的 然后他们也花了一两年时间去摸索 他们应该如何生活 他们比我和基仔更辛苦 因为我和基仔没有小朋友 他们是有小朋友的 而且不只一个 然后他的太太Candy 待会也会上镜 这一年刚刚考了Mortgage Broker的牌 开始去学习 去适应这个工作 所以我也觉得 原来好像我们当年 要建立自己的客户 开始一个新的Live 因为很多香港朋友过来 有些在找工作 有些在待业 有些在想着做什么 能够见到大家从香港移民过来 训练一个新的幻影 我们自己都会很开心 现在就找Kendy和大家分享 主要分享两件事 一个就是他自己住在这里 以一个香港人 移动过来的角度 到底他觉得这个区是怎样呢 住到立屋是怎样呢 和他分享一下 还有就是他的工作又怎样 有些什么他觉得难的 可以帮到香港人就最好了 好吧 不如你问吧 你为什么移民呢 因为那时候在香港 工作压力太大 然后我老公Billson 他觉得是 是否应该想想其他方法呢 是否会有 除了一直留在香港之外 会不会有其他的路呢 后来想想想 还是去一个地方 去完之后 可能又可以有多一个出路给小朋友呢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想 会不会是移民呢 当时都没有想过 移完之后不回香港 那时候都是想着 给他们多一个身份 之后就回香港了 但是现在其实过来之后 真的很喜欢这边的生活 所以就应该不会再想回以前了 那时候就想过很多不同地方 有挪威啊 英国啊 然后后来就是 我老公有一天 在Facebook上 看到他 他是谁 一个熟悉的面孔 就是你了 那时候 咦? 怎样会去到加拿大的?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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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去加拿大的 应用程式都很透明的 那又看到我们计算过分 又发觉 咦? 都够了 那就决定了新的 即是你没有家人在哪里? 没有的 我们没有家人 是的 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一家人 完全重新在一个地方 再建立 是的 那现在说一下你住在这里 是的 听说你很不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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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舍得我 很不想搬 不过 就是我 Felzen就觉得 我们这间屋 未必可以 我们一路住下去的 因为不够大 我觉得 嗯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四间房 但是 大家又很想有个书房 哦 我有三个小朋友 那下去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就好像有一个 就会 要一间房 那这样 我们就都想 可以搬大一点 但是这里我是真的 我很喜欢 这个环境很舒服 就是家家户户 除了我这里 那个花圆都打理得很漂亮 你都可以 不是你学了 你都可以 等一下 你学了很多东西的 你知道吗 当初我们来的时候 都不是这样 当初是一堆东西在前面 你记不记得 一大堆东西在前面 对 起码现在我觉得 各有各 有些人喜欢多些 Frivacy 有堆东西在前面 但是这样会光亮一点 因为这边是向南的 是啊 我们当时本身这里 上手业主就种了很多玫瑰花 毛花果 全部擠满了 没有光的 我记得 是没有光的 那些光 所以我们就决定 可能要整理一下花园 所以就修整了 是啊 连我邻居都赞好 我说很好 是啊 我邻居就是说 都不知道为什么 上一手 好像很不喜欢 跟我们接触 是吗 是啊 那我邻居就看到 我邻居 这边我很喜欢 就是因为人 是啊 邻居也好 是 学校的家长 同学 各个都很好 就是他们是 一个很互助的社区 嗯 就是我的儿子 之前 跌崩了两只牙 是 在楼壁场 跌崩了两只牙 就是 他们立刻 打电话跟我说 喂 你儿子跌崩了两只牙 哪个妈妈呢 就会帮你送他回来 你们快点去找牙医 那些 就是 就是 每个人都会很关心 听闻 他脱了两只牙 就是 全部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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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但是他们是很caring 就是 有没有事情帮忙啊 那些 那边的邻居也很好 就是有一次下雨 那么 我没有时间开车 他们上学 我说 你们走路上去吧 那他们走一走的时候 突然间 过了没多久 有人按门钟啊 那样 原来我对面屋的婆婆呢 她就说 啊 看到他们两个这样走 跟着就 叫 不如我车你们上去吧 那样 但是我女儿呢 又记住了 不可以坐其他人的车 是 是 香港的世界老大 不可以接受陌生人的 是啊 是啊 然后呢 婆婆就说 那我跟你一起来 先问了妈妈 你回来了 是啊 谁回来了 我妈妈 和我弟弟 那他们就回来 那样 好好好 麻烦你了 那婆婆就帮我 车了 他们两个上学 因为其实 她那个小朋友 她的孙女 和孙女 都是同一家小学 刚刚送完他们上学 回来看见他们这样自己走 然后就打算车回来 很好 轮廉关系很好 是 他们都全部都认识了 全部都认识了 他们这里 特别是我们这里 就是我们这里 就是我们这里 其实是 入得来的车 全部都大部分 是我们这里的人 是啊 是啊 所以这条路 又刚刚挖头路 Makau de Sack 就变成了 其实 没有什么车 会好 没有车 没有车 其实整个Sunshine Hill 都是这样的 就是外面是大路 包着 里面你没有必要 你不会进去 不像我们家有时候 会走错路 不知道谁进来 然后这里更加 这里是一个 自己的邦门 你基本上 下来一定是 自己的朋友 或者自己的居住 是啊 那就变成了 个个人都会在这里 就是那些小朋友 就会在这里打 hockey 打篮球 就在一条马路里 是啊 那我们又是 有空他们就会去 踩单车 是啊 那还要进后 那里有一个大草地 那那个位置 其实是公家的 但是又有些邻居 他打理到整个花园 哦 好见到啊 是啊 那我们初时都不知道 我以为那里是别人的背景 然后是我的隔壁 轮居 他说 不是啊 那里是公家的 他太大人了 是啊 他退休的学生 退休的老师 是啊 你都没有做那份工作 然后现在就 为什么突然就去考 那个贷款牌 那么突然呢 因为 当时呢 在香港工作 上班 就常常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技术性 就是好像 我可以随时被人替代 很容易被人替代 所以那时候 就是 当考虑要找工作了 的时候 就开始想 咦 那不如我做 找回一些东西 是要考牌的 那么 那么 那我先生就觉得 你 可能 你 数理上面 都比较强 那你会不会 是 可能 试下做mortgage broker 那些 那当然 mortgage broker 不只是计数那么简单 是啊 但是 就 就 试下 读书 读了多久啊 其实我 十月报的 那时候 那时候 上年十月 我今年三月就 已经考到 考到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了 是的 我掛牌开始做 OK 这个我就 一听到Kenny的故事 我就会想起 我们当时 都是 我们都是差不多 半年地产牌 一百年头考 然后 年中就有了 然后 然后 有没有感觉 如何考完之后 开始工作了 考完之后 其实 里面很多 很多 巧妙的东西 始终 都要 我也跟师傅去学 希望 真的可以将自己 学到的东西 去帮到其他人 去找 就是 去做一个 mortgage application 的时候 希望可以 就是 时间上面可以快些 亦都可以方便些 嗯 是的 那现在开始出来实践 有没有什么 觉得 喜不喜欢 或者有没有什么 感觉 暂时 因为 我们现在 还是 去 尝试 将自己 去说给别人 听 其实我是一个 mortgage specialist 可以帮你 推广自己 所以 我觉得这里 会有一个难度 如何去 即是 推广自己 去选择你 而不是直接 去找银行 因为我发现很多香港人也好 很多人 他们都以为 如果我找mortgage broker 去帮我apply 那个mortgage 的话 其实就 我要付钱 或者 要另外付费用 是的 要另外付费用 但是如果我自己 直接去跟银行申请的话 我就不用付这个钱 其实我们mortgage broker 正常一般情况 你普通的application 其实都是银行给我们 我们跟银行的specialist 是无分别的 只不过是我们可以代理很多不同银行的产品 可以帮你去compare 哪个银行 你可能会容易申请到 也可能符合你家里的状况 是的 会有这个不同 但是 未必是这么多人知道 特别是 香港人很多都 喜欢直接去找银行 因为香港有没有忘记国家 香港是会少些这样做的 因为香港通常 大家会直接自己去问银行 可能我问了恒生 我就问HSBC 但是这里 如果你自己问不同银行的话 其实有一个wish 就是 它真的帮你去做一个application的时候 它会帮你申请个credit report 哦 是 而你每组一次的credit report 它就会令到你的credit score 简单 少少 这个我都听过 是的 但是如果是经 mortgage broker 我们帮你拿一次 如果 那 就 已经可以帮你跟不同银行申请 就是会有哪一个 是 其实我觉得是 就是 拿一次就不用分开拿 是的 我帮你拿完那一次 我就会帮你去跟不同银行去邀请 我也觉得是省事 就是在我自己 譬如我对很多香港客人问 因为我做地产经纪 那么 有很多人都会喜欢问我mortgage 但是其实我是不应该回答 就是我可以根据我知些什么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 是 我那天听你说 你们定时就要回去听很多不同的lender 过来讲什么新的program 但是有些时候mortgage specialist 也有些是 就是有些真的很好 有些比较参差 其实我想每一个行都是 你找每一个行都是一样 有时你找不合适的contact 你又可能会担悟了他买楼 所以有时对我来说 当客人问我这个mortgage的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很两难 不知怎样好 是 是 这个是我觉得最难 所以你今天解释得挺清楚 起码你省了很多时间 你不用一间间银行去问 有些时候如果 我自己遇过 我们不要说外面的人是怎样 我自己遇过的case 就是有时你没有一个bank contact 你自己走进去银行 然后有个人 他可能遇到很junior 每个人都有一个犯错 深厚的过程 是 然后他可能就miss了一些东西 结果结果 结果就弄弯了一件事 或者弄到你不行了 所以我自己也遇过这些情况 所以我一定要这样深深 所以我又叫 很幸运 就是我们现在 我找了那个mortgage company 有个师傅 是的 他也会带着你去看你的case 你会不会有什么遗留了 实际上是 他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些 insight 咦 你可能可以考虑马尖一家银行 这样 这个很重要 是的 OK 好吧 你的女儿也比较好动 活躍 所以他很喜欢这里 是的 他有空又会滚下去踩一下盘车 嗯 还有真的好 前面那条马路 我其他家长那些 他们有时来我这边 然后他都会说 哇 你这个社区完全是隐世桃源 他说 没有想过这个位 会有这个neverhood 很多人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们没有想过 原来一出个highway 一转圈 原来这里是有整堆屋在 那我们这里53户 是的 就变成了一个很小的 community 但是他说 一到来又很静 然后有privacy 又高 我当时 我刚刚来到的时候 有我朋友的亲戚 他有说 哇 你们的鞋不要放在门口 会被人偷的 然后 然后 我看到你单车就在后面 就是 是的 很多东西我们都放在门口 但是 因为轮里间很守望相助 所以 很好 没有 不过其实我自己 我没有去特意 常常去draw那些数据 但是 我觉得North Delta 都相对OK 是的 我们家也是 我们家也是 你们有个车库 我们连车库都没有 那些东西就这样 等在carport 你有没有不见过东西 没有 没有 他那些更夸张 对 他那些更夸张 对 这边是守望相助的 这个是 那些艇 不过那些 可能偷的没用 不知怎样 那些工具我都放在外面 是的 没锁 大家不要过来看看 是的 现在上了一条片 之后 这些东西可以收到 我们的观众应该OK 通常我们的观众都给我们有钱 不差 SUNSHINE SUNSHINE 可能本地人 白人比较多 对于环境维护 或者是 那些天然的园林 是会比较中意 所以我明显来到这里 看到很多树 这条是小路人 走上去 但其实车就兜两边 真的很像一个屋苑进来 不知可以入车在这边 出车在那边 这条是人的小径 几分钟walking 走出来 其实 已经是比较繁忙的大路 那这条 已经是港斤四街 跟着呢 前面 就有个巴士站 那这辈巴士 好像是304 还是340 那就可以去到New West 那中间经过 过了桥 在小岛 已经可以转车去Richmond 所以这边 你开车出来 向前走 前面的货车 那里 转右 已经是上路 就去Richmond 那开车 是十几二十分钟到 那这边是东行 那回到巴士站 到这边下车 那这边一路 再向前走 就是120 那个街 就有些 mall 什么Safeway Walmart 那一路都在120 然后马路的对面 大家看到 都是Sunshine Hill 这些街 这些街是旧一点的 所以电线是比较多的 那一下子来到这里 好像会 视角上乱乱一点 那反而是 里面这个社区 其实它有个小名 叫Sunshine Park Estates 里面这个社区的路 应该是有做个更新的 所以大家看到 它全部的电线 是埋在地上 那只看到的 都是这些灯柱 是比较靓仔 新的灯柱 那里面刚刚我们走的 所有内街 都已经是没有电线干的 整个视角上 就比较靓仔一点 好